观众期待的科幻神剧入侵震撼来袭 该剧以精湛的制作和表演 再现了三体中的意境和复杂情节 故事讲述了外星人尚未降临地球 仅仅是降维打击就给人们带来背负发凉的感觉 据说第二季会在今年重启 建议直接和探长一起来把第一季先赌为快 故事发生在阿拉伯的沙漠上 突然远处传来一阵轰鸣巨像 老汉立刻抬起头惊讶地看向天空 只见一个不明物体瞬间从天而降 疑惑的老汉立刻看向远方 发现一团吃了血脉的沙尘 以220码的速度朝他起来 接着停在了眼前 机灵的骆驼仿佛嗅到危险的气味 扔下主人赶紧逃命 老汉望着神奇的荧幕好奇心 顿时有不上心头 他缓慢地走向沙尘的方向 却看到沙尘中隐藏着黑色的三角物体 人不作死就不会死 老汉缓缓伸出那双刚刚挖了梅的手 突然 同时在美国的某个小镇上 警长和女警正在调查一宗失踪案 刚到受害者的农场勘察 却发现玉米地的上方 诡异地盘旋着一群乌鸦 为了查清事情的真相 他与女警赶往现场一探究竟 前一秒所见的乌鸦早已消失 只剩下玉米地中央的巨大人坑 仿佛是被外星陨石砸落而成 紧接着看到了失踪者的车辆 汽车铁皮凹陷玻璃破碎 明显受到了剧烈的撞击 就在警长搜车的时候 突然远处飞来一群蝗虫 巨大的冲击力状的警长招架不住 两人赶紧握倒躲地 调查无果的两人折路法 警长的退休仪式在这天晚上举行 镇长夸赞着警长对小镇的贡献 然而警长却越听越觉得会对父老相亲 因为他在职45年内唯独拿得出手的案子 就是解救了一个被绑架的女孩 但第二天他就死略车祸 这也让警长深受打击 接着他缓缓走出礼堂 想为自己的职业生涯画上圆满的句号 他再次来到圆坑寻找失踪案的蛛丝马迹 突然脚下的沙子开始蠕动 他以为失踪的人被埋在地下 于是奋力挖着沙子 然而失踪者没找到却惊扰了沙里的触手 警长瞬间被触手一击毙命 顺着他瞪大的双眼往上看 隐约可见的诡异飞行物飘向了天空 惊悚的音幕在纽约持续发酵 某小学音乐老师正在班级授课 刚只会玩第一首歌曲同学就接连流出鼻血 可奇怪的是男孩卡尔却安然无恙地站在一旁 貌似他的抵抗力比其他小孩都要强大 转眼间医院里到处都是流鼻血的孩子 卡尔的母亲闻声感来 在得知儿子与他人不同的情况后 误以为是身体素质上的差异 但医生却查不出任何蹊跷 为了以防万一他带着两个孩子回到家里 当天晚上三人齐聚在电视机前准备刷机 怎料电视机突然出现故障不停闪烁 接着整个屋子顿时陷入黑暗之中 但黑不过三秒电源又恢复了正常 几人并没有放在心里 坑爹的卡尔在平板上发现了父亲的定位 本带加班的他却在一处偏远的地方 瓦丽猜测丈夫在外面偷心 于是跟随定位前往现场查看究竟 果然发现丈夫正在和一位女人加班 心寒的他重返家里调查女方身份 发现对方居然是一等一的美食专家 究竟是美色出了鬼还是美食出了鬼 气愤的他疯狂为女人点赞 深夜丈夫快服不后回到家里 玛丽故意按照女人的配方 作为一道美食试探丈夫的情况 丈夫却说自己吃饱了 Ean I gave everything I gave you everything What Because she's fat Because she has perfect tics Because she's white Course was not white 男人没想到直接将最后一层屏隐障捅脱 并且很坚定地要和玛丽离婚 就在一场大战一触即发的时候 地面突然开始发生震动 台上的悲剧挨个掉落在地上 显然是一场地震要发生 惊慌失措的两人迅速上楼寻找孩子 将孩子抱在怀里才让玄着的心放下一半 玛丽抱着女儿来到窗边查看 街上的建筑如同废墟般被摧毁 似乎被龙卷风袭击过一样 相比自己的家中却安然无恙 丈夫连忙出去查看情况 她从邻居口中得知手机信号中断 根本无法与外界进行联系 有人认为是龙卷风 也有人认为是地震 甚至有人认为是某个仇敌国家的导弹 这是一位火眼金睛的路人 发现玛丽家安然无恙 不得不怀疑纵火事件与他们有关 玛丽见情况不妙便去帮丈夫解决 突然屋内传来儿子的惊声尖叫 玛丽只好迅速折返家中查看 此时的儿子双手紧紧掳着耳朵头疼欲裂 嘴里不断嘟呐地停下来停下来 眼看头疼的就要昏迷 屋里的电源突然恢复了正常 儿子的疼痛也随之消失 惊魂未定的她告诉玛丽脑海中 一直有个怪物在等她说话 玛丽在安抚孩子的时候 丈夫却在担心那个女 突然天花板开始震动起来 眼看此地不已久 玛丽迅速拿取一些急救物品准备离开 刚上车却发现汽车需要联网才能启动 玛丽不停责怪丈夫非要买台特斯拉 靠不住的男人担心性命垂危 当即抛弃妻儿想要搭上邻居的便车 玛丽见了也是怒补充天 但在灾难面前没有同情的人 邻居压根不搭理这个负心汉直接扬朝而去 她本想抛下眼前的这个模范丈夫 但最后看在她是孩子她爸的份上 无奈只好带着她一起离开 好在玛丽最后连接蓝牙启动了汽车 成功逃离了废墟 刚离开小镇却发现整个城市都混乱不 路上到处都是鸣笛的警车与救援车 这恐怕是一场世界末日 慌张的玛丽不小心撞上前方的车辆 就在她刚要下车查看情况时 以往明亮的高楼大厦瞬间陷入黑暗之中 为了保住家人的安危 玛丽只好扛着压力继续逃亡 经过一晚上的摸索终于来到了安全地带 下车后她打算去超市购买日常用品 让丈夫把车子开去充电 可想到这个不靠谱的丈夫 她进超市前不放心地回头看了一眼 生怕下一秒她就开着车子扬长而去 全国都在报道灵异事件 新闻上不停播放袭击事件的伤亡人数 原来是有不明物体降落地球 不单是美国陷入危机 全球各地都没能免于灾难 玛丽购买完物资准备离开时 却看到丈夫因为充电与人起了冲动 没想到老公除了偷心对其他方面却丝毫不给力 他只好偷走别人的奔驰车钥匙 然后带着一家人离开的小镇 毕竟在死亡面前哪里谈得上舍己为人 最后的他们会平安无事吗